前锋这个角色看起来很简单 只要稍微转一转就行了 但是实际上非常考验这个玩家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什么时候该OB这个时机的很关键 还有一个撤退的时机也是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旧人位 再加上这个角色 前锋需要很多很多的一个战斗经验 累积起来 那么这个前锋的话才会变得非常强 这把给他 还行 像闪现飞掉了 他那个巴士也没上不上去 断了一波大节奏 他顶位拉得非常开 多没水啊 他下那个板子干嘛 我就想不通了 电机够了 咱们修吧 点击 这么慢 完了 他使这位置要一间的 不要给他二接 有点鲁马 另外有小可爱想象主要厉害的他也可以看下方课程里面有单求生这边所有这款系统教训还有动作转件思路哦 他就说他心里有起来的 他就起来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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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下是非人的啊 他就起来了 我去说他心里有起来的 可以啊 忙着博也都忘记了 不过就觉得车子鼓真的很简单的 蛮推荐的 1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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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8 8 9 9 今晚你會看到什麼鞋子 和什麼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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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一刀 用它拉個鞋 我被扛到 其實有點逼出來 其實有點逼出來 他也進來 越跑越外了 我覺得 任務結束了 當這個記者交個搏命 這把就是ok了 任務完成了 強點了 真強點了 沒有辦法 他這兒刮 他這兒刮 那搞啥呢 直接扯了 差點就死了 直接扯就死了 去摸他 快去救人 看他們在摸 摸著球出來 這個局就能搬回來了 一根針了就沒了 平局 頭一他上課死了 我點忘了 他也沒有卡鞋 兩個卡鞋 那應該給他發點什麼 還發個信號了 不是發快救人 不是發快救人